两年前,林又欣和小19岁的嫩妻宣布签字离婚,结束了三年婚姻,当时她曾痛心对前妻喊话愿意放奶自由,带助儿子展开单亲爸爸生活。 离婚后她也坦言仍对前妻念念不忘,透露自己还是改不了口叫她老婆。 希望有朝一日前妻能再次回头,跟她重修就好。至于真正离婚原因是什么?林又欣无奈透露,主要是因为两人年龄差距太多。 当时离婚时妻子对她说想要自由,我不爱你了,这番话让她备受打击,但也愿意放手让妻子离开。 不过事隔多年后,却有女方的友人出面打脸,爆料其实是林又欣私生活太乱才导致婚姻破碎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指出,近日母亲到林又欣带助儿子隆隆外出用餐时,身边多了一位长发妹。 整顿饭下来,只见她幼尖的低头吃住饭,不时和长发妹有说有笑,而长发妹却是为助儿子隆隆吃饭,想起了一家三口。 吃完饭后,两人带助小孩幼尖逛街,开车载助她和儿子离开,随后直奔三立电视台,互动相集了老夫老妻。 据知情人士爆料,画面中的长发妹今年30岁,是林又欣交往一年的女友,大年初五还带助她到新店自家餐厅,和亲朋好友一起吃饭,接住更透露长发妹之前是在三立电视台工作。 不过,事后林又欣却识口否认,还笑回,你这样写不完啦,我每次都带不一样的。 上次还带另一个女生许Baby Dogs,也在京华城内,你们也没拍到,她表示是因为最近要拍戏,所以才会拜托朋友照顾儿子,强调她不是女友,而是认识五年的好朋友。